但是没有我的主持别致 因为我发现 我够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忘了问你们三位的立场了 够工资 够钱 来 快 咱们赶紧把这一段 快速地进行下去 那个薛教授肯定是正方对吧 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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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办 不输 不输 为什么 不输 康永哥 我反正就是冲着教授来的 所以他是反方 那我就正方 我就跟教授站在对面 对 那我就不输 先教授一遍 对 我跟教授一遍 好 我们少说一点 不要影响票数 反方一遍 但是现在蛮多的吧 万一我们输了 我们队就是两个人了 我这上场会咬人的 我今天 哎 全部在射程范围之内 我们先从他一点一点说 为什么 魏英洛在《沿袭攻略》里 最后说他赢了 那是因为 他们是几十号人 伺候一个男人 这也就算了 他们还有明显的升级制度 皇上爱我 我就有权 皇上不爱我 我就啥也干不了 他们能从答应到嫔妃 最后到皇后 所以他最后说的赢 其实是权力的赢 不是爱情的赢 最主要 我没有看过这部剧 但我知道魏英洛有个 特别成名的行动 他不喜欢一个人 他两手一拍 一到闪电下来 就劈死了一个他讨厌的人 你们谁有那两下子 那回到现实 我们正常的家里 哪有什么权力和升级制度 如今爱他妈 他还得给他妈封个大答应 他爱他妹 他还得给他妹封个大工举 可能吗 就不可能啊 我们升也升不了 降也降不下去 我们争什么赢啊 书影讲完 我们再讲爱先说出口 也就是对方所说的朦胧感 我也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们人们不敢去告白 或者认为我们先告白 先说爱就输了 因为确实有两个 看似还不错的好处 一个叫做暧昧 他提到了 一个叫做朦胧感 那个朦胧感是什么 是幻想 我也谈过恋爱 我也喜欢过别人 我喜欢一个人五年 这个时间其实不算短了 我今年才22岁 我喜欢他的时候 我都干嘛呢 我会给他准备礼物 然后我说 随便准备的 收一收可以了 我想他了 我不敢说 我向对面说 先说没意思了 我怎么办 我发条棚圈 把那张自拍精修一下 等他点赞评论 他点赞评论了 我就开心了 他往我这边多看一眼 我就会觉得 哇 他一定也在想我 他在看我 可是到现在 我已经出来了这件事 我再回想起这些暧昧 朦胧幻想 我觉得有点心酸 我觉得有点心酸